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位朋友給我們留言的 她說她想請問如果員工在家工作的話 是不是需要再買勞工保險呢 我們趕快請出副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室 又會林小姐的幫忙解答 尤小姐你好 你好 早安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來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好了 因為疫情期間很多人在家 但Verizon她發生了一個勞工保險的案件 她的員工在家上班 她這個員工是在家裡的地下室的辦公室 上班 那地下室要走到一層樓去倒杯水 要吃個午餐什麼的 她一定要爬個樓梯上去嘛 那這員工呢中間上班的時候 因為有口有點渴了 她想說我這邊添個果汁吧 所以就自己慢慢爬樓梯 跑到樓上的廚房去 倒了一杯果汁 結果在下樓梯的時候呢 她聽到她的地下室辦公室電話響了 就是她辦公專用的 不知道是公司找她還是客戶找她 她就急著小奔跑的從這個樓梯走下來 結果跌了一跤脖子扭傷了 躺了三個月 那她這個脖子扭傷 她這個骨折在她脖子的這個部分呢 到底算不算勞工保險呢 就上了法庭喔 那大家要去查的話也可以查得到 Verizon這樣的一個案件 她其實呢這個上法庭之後 這個勞工法的法官強制她一定要賠償 是因為雖然廚房不是辦公的地方 雖然她是中間休息的時間跑到樓上去 因為這個每兩小時 不是都有什麼15分鐘休息啊 那要到水要上廁所 其實本來就是自由的 沒有人規定你還給你說要打卡 那你本來就是去你其他地方走一走 緩一緩的 那她是因為聽到電話聲 所以快速的快步的走回自己的 這個地下室的辦公室 所以才會把脖子給疊傷了扭傷了 那像這個部分呢 這個勞工保險都必須要賠給別人的 勞工保險在加州是強制險 是100萬的強制險 如果是一個員工或半個員工 像那種半職的幾個小時的 只要她拿你W2的薪水 她是拿你的薪水來上班的 勞工保險都必須賠償給她喔 所以如果老闆想說我省點錢吧 就是在疫情期間所有的人工 都是在家裡辦公的話 我不想買勞工保險 除了說你是雖然只是省點錢 但你這個是違法 而且是刑事法喔 那如果真的發生大的事情的話 除了你要付這個人家的賠償費用 就是他的工作傷害的賠償費用之外呢 自己老闆還會有可能是刑事罪喔 所以這個要注意的 因為這個刑事罪是要坐牢 不是只有罰款就好的 所以要特別小心在勞工法的部分 所以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 就是只要你有員工 你就要買勞工保險 不管你這個員工在哪工作 是的 不管他是在出差 或者是他人在千里迢迢 外州 那這個假如你加州發出了薪水 他可能在Navada 他在紐澤西 他在Texas 那有些州是不需要勞工保險的 但你的老闆是在加州 你就必須要買勞工保險 因為他會來告你的總公司嘛 那所以像有一些比價對員工 對老闆友好 需要人家去投資的州 他的確沒有強制險 所以規定老闆一定要勞工保險 那我們加州是保護員工的 所以還是要買上架 非常保護員工 我們聽就是加州的各種案例都能發現 所以在加州的老闆就一定要小心 什麼都能審 勞工保險不能審 而且我就是發現說 其實細細算下來 這個保險真的是好多地方都不能審 對不對 是 尤其是勞工保險就刑事罪 老闆審這個錢是要坐牢的 就何必冒這種風險 明白了